我們現在來進行我們第八週塑性的這個第三部分 主要要講的這個授課目標在塑性裡頭 很重要的是環境溫度跟這個形變速度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今天會介紹觀念 另外這個觀念會衍生於在Deformation Maps上的使用 那Deformation Maps我們今天會放在這一份講義的第14到19頁上面 那今天另外還會在推導塑性形變過程當中 Volume Strain的推導 因為很多的這個現象上面 我們是可以透過Volume Strain在塑性形變過程當中 來推導到不同這個硬力和硬變的關係 那最後我們今天上課應該是會上到這個第五十三頁 就是我們在聚觀上面所看到的硬力應變關係 那它會有不同的這個現象跟表徵 那我們透過這些現象然後告訴同學 它內部其實是有哪些微結構的這個變化 我們就先介紹環境溫度效應跟應變速度效應 在金屬材料塑性形變裡頭的效果跟它的原因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 實際上它們是等效的 我們待會來透過這個講解跟對話 讓同學來思考一下 所以第一個是溫度 所以在同學你的印象裡頭 溫度高還是溫度低對同一種材料 你要形變它是比較簡單的 同學的直觀的這個回答 分別會有三種環境溫度對同一種材料 在現象上面 所以同學應該心裡頭可以想得到 對於一樣的形變量 高溫怎麼樣 應該就是不需要花那麼大的力氣吧 所以在常識或日常的生活經驗裡頭 那同樣的這個形變量在低溫怎麼樣 就很有可能是要濕到更大的力 所以同學你自己看看你的結果是不是 你想像中的是不是 在最高溫的時候 在這三條曲線上你選擇是紅色的這一條 所以在現象學上面 Phenomenological Behavior Modeling Inference of Temperature 就是受溫度的影響 同一種材料 When materials are heated It will become weaker Weaker 指的就是比較小的濕力 可以產生大的形變量 所以這張圖的Y軸是 要花多少力氣 A軸是改變了多少的形狀 所以這個是環境溫度效應 那還有什麼能夠影響 我們對同一種材料 可是要施不一樣的力 所以我們要施多少的力 在塑性形變上分別會受到 我今天到底形變多少 然後剛剛介紹的是環境溫度 第三個我們就會介紹 是會跟我們在改變這個材料形狀的速度 是有相關的 而環境溫度跟這個改變形狀的速度 實際上就是我們在工廠裡頭或製程裡頭 如果我們想要金屬製造成我們想要的形狀的話 的重要的控制變應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今天這個金屬材料 我們當作結構材料的使用 使用它的是機械性能 那我們就是反過來講 這個材料在什麼樣的操作溫度之下 還有什麼樣的這個使用條件 譬如說形狀改變的這個速度 是安全的使用範圍 所以我們剛才是介紹溫度效應 那現在是介紹這個改變形狀的速度 的應變速度效應 所以這個實驗是可以這麼做 然後來求得它的關係 舉例來說 我們控制了這個應變速度的量 然後來執行單軸拉乘的實驗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比較這個機械性能 然後來比比看環境溫度 跟應變速度的這個效果 因為畢竟就是我們要施多少的力 然後來產生這樣的一個形變量 以控制的這個應變速度的這個關係的話 實際上我們是可以得到一個 Arenuous equation這樣子的這個關係式 理由是怎麼樣 理由就是實際上要產生多少的這個塑形形變 其實它開動的能量是多少 這一個開動能量是多少 我們待會在第九頁開始 然後會介紹它背後的這個物理意義 至少在實驗上是可以這麼求的 所以我們在控制溫度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量測失了多少的力 所以在這個溫度的導數當作X軸 然後在改變了多少的這個受力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以把剛剛環境溫度對同一種材料失利的這個關係 實驗結果把它描繪出來 然後從這個斜率上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開動塑形形變的這個Altivation Energy 然後前面的這個結局 也可以求到是這個材料的特徵值這樣 那接下來是改變這個應變速度 所以我們對於應變速度的定義是 在多少的時間內產生了多少的形狀改變量 這叫做這個應變速度效應 那我們一樣在Y軸上是 濕了多少的力 那在X軸上面是形變了多少 那同學你直觀裡頭想想看 要達到同一個形狀改變量 比較快形變要花比較大的力氣 還是比較小的形變要花的力氣會比較大或比較小 所以同學先想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比比看 同學看看 我們要花比較大的力氣到比較小的力氣 然後產生一樣的形變量 這三個速度的快慢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樣 那所以要達到同樣的形變量 花最大的力氣那當然就是怎麼樣 其實是比較快 你要比較快的達到這樣同樣的形變量 你要花更大的力氣 所以應變速度的效果對於這一個要花多少力氣 越快的話要花的力氣是越大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它背後的這個意義 所以縮性形變在這個金屬材料裡頭 尤其結晶材料裡頭 我們花力氣到底是花在哪裡 我們花在它的形狀的改變 那形狀改變由誰所貢獻 是這些未錯或插牌的貢獻 那這些未錯或插牌 跟剛剛我們所講到的 應變速度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這是非常有名的 Teylor-Orwell equation 當我們把塑性形變 然後跟未錯或插牌的密度整理在一起 那我們來對時間的關係把它整理在一起 那我們就會得到類似像剛剛的這一個 應變速度的表徵 那聚觀上面我們得到 右邊的這一個形變量 或者說我們的可控制的應變速度 在左邊上面 那右邊呢 右邊就是圍觀內部結構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內部結構分別會有藍色所表示 未錯或插牌的密度 紅色所表示的這個Berger's Vector 那綠色的是什麼 綠色的就是 在多少的時間之內 未錯或插牌移動了多少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的話 剛剛我們所歸納得到 越快的形狀改變速度 要花越大的力氣 它背後所代表的就是 越快的聚觀的改變形狀 我們是要讓內部的未錯或插牌怎麼樣 移動的更快 所以就是我們剛才所歸納的 越快 Faster 要花Biger Stress的理由 所以從這個Teller-Oruong equation 我們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哪些大概變化不大 大概就是對同一個金屬系統 它的Berger's Vector B變化不大 所以這個應變速度主要會受誰影響呢 會受今天在系統裡頭 未錯或插牌的量影響很大 另外一個還有什麼 就是今天這個叫做 未錯或插牌移動的速度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描述 為什麼聚觀上面改變應變速度 那實際上要花掉更大的力 實際上是因為 你要讓這些未錯或插牌移動的更快 那這邊是上述式子裡頭 各參數的這個定義 所以Berger's Vector Crystal Structure 固定的就是Berger's Vector 那Dislocation 是這些可以移動的這個Dislocation 那最後一個就是 微結構裡頭未錯插牌 它移動的速度 那其中未錯插牌的這個密度 跟這個未錯插牌移動的速度 就是我們剛才所介紹的 我們所施的力 然後也會跟環境的這個溫度 跟形變的快慢都是有相關的 好所以 嘗試是不是讓你可以去想像 跟推論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要能夠更快的 再產生同樣的形變 力氣是要花更大的 所以越快的這個應變速度 達成同一種材料的形狀的改變 要花的力氣是更大的 所以你剛才心頭想的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跟那個溫度一樣 這是跟嘗試一致的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就介紹了環境溫度 還有這個應變速度 對於同一種材料 你要達成同樣的這個形狀改變 那所要花的這個力氣的 大小的這個差別 溫度越高 要花力氣是怎麼樣 其實越小就可以了 同樣同理的 如果你要達成同樣的形變量的話 你又大概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怎麼辦 大概就慢慢的形變 也可以達得到 所以這邊紅色呢 就是一個最慢的應變速度 的一個控制邊緣 對於同一種材料 是可以達到同樣的這個 總長度的塑形形變 但是你就可以花到 比較少的這個力氣這樣 應用在哪裡 舉例來說 那這邊就是 我們大概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來分辨這個材料的種類 所以再次我們對於這一個 濕了多少的力 然後剛剛是對溫度的導數 然後來得到這個 Activation Energy 我們回到前節看一下 所以實驗上面 這剛剛我們做 要花多少的力氣 達到同樣的這一個 形狀改變量 它的這個環境溫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Activation Energy 那實驗上如果要求 應變速度的這個效應的話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求這個Nature Lock 然後花了多少的力氣 然後來把這個 施了多少的力 對這個應變速度的這個關係 那一樣可以得到這個 現象上面的這個關係式 然後這上面的這個 這個應變速度的這個 常數我們把它叫做Strain Rate Sensitivity 所以一般的材料大概是0到1之間 OK 那所以 實際上對於同一種材料 我們是可以做改變 應變速度 就是一開始我們是比較慢的 紅色的這個應變速度 在同一種材料上面 然後要達成這樣的一個 形狀的改變 我們要花的力氣是這個Sigma 1 然後接下來同一種材料 但是呢我們換了應變速度 用一個更快的速度 那我們要花更大的這個力量 然後透過這兩個關係式 那我們就可以求到這個材料的 Strain Rate Sensitivity的Parameter 那這樣的一個數值 那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 那這比較低的話 大概就是在比較低溫的這個環境溫度 然後來做這個拉伸實驗 那比較高的話 是在高溫的這個條件之下 對同一種材料而言 那或者是一般 如果是在不同材料的話 金屬的話是屬於比較低的 高分子的話是屬於比較高的 所以相對於這個高分子的話 以金屬來講 它的這個Strain Rate 是沒有那麼的敏感這樣 那完全不敏感的話 然後這個常數會為0這樣 因為它背後代表物理意義就是說 以要花多少的力氣來說 對於同一種材料 這個應變速度不論怎麼改變 因為它的Sensitivity Perimeter是0的話 那這一項不貢獻這樣 那我們就來看看環境溫度 應變速度可以怎麼用 最有用的 就是這個非常有名的 HB Deformation Map 所以你看一下 這邊就是溫度相關的這個坐標軸 當然不同材料會有差別的 那不同的差別 怎樣可以對材料做公平的比較呢 就大家同時除上那一個材料的 Melting Temperature這樣 所以那當然在丟給你一個心理的快問快答 這個溫度你要用華氏 攝氏還是要用什麼 就用絕對溫標這樣 所以你會有一個相對值 所以對於不同材料的話 你可以用這一個就是K 然後來做這個互相比對 它自己材料的這個Melting Temperature 那是在比Melting Temperature高 還是比Melting Temperature低 然後Y軸是什麼 所以Y軸我們大概對一下 我們剛才所描述 對於一個材料要花多少力氣 然後來產生這一個形變量 是哪三件事情的決定 所以剛剛已經有溫度了對不對 剛才那張是Deformation Map 它的定義就是產生Yelting 那這個Y軸就是 我們今天花了多少力氣這樣 OK 那這邊我們的使用的是這個 Shared Stress 就是我們就關心 關心什麼 我花了多少力氣 可以讓它產生形變 要製作成什麼樣子 所以在這個Y軸上面 一般我們是用這個Shared Stress 然後所以Shared Stress 然後在不同材料 那大家要公平的比 那我們就除上這個Shared Modulus 所以就會得到一張地圖 這張地圖我們來想像 怎麼去理解發生什麼事 所以請問同學們高溫在哪裡 以X軸來說的話 是靠你的右手邊還左手邊 所以因為這時候Kelvin是一個絕對值嘛 高溫其實也跟絕對值不關 越大當然是越右邊對不對 所以一般低溫或室溫 是在這裡這樣 OK 同學再請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Stress 這個是Lock Scale 所以Stress從下面到上面 哪邊是濕力比較大 就是我們濕力小到濕力大 那所以我們在中低溫段 然後濕了很大的力 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開始會有這個塑性形變 就是Dislocation這樣 所以花更大的力 就是這個理想的Theoretical Strength 所以中低溫段 就是同學我們這邊在學的 比較大的濕力之下 會讓這些位錯或插牌移動 而產生塑變這樣 可是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就是你的製程 你要能夠創造更大的力 代表什麼 其實不只是設備上 或者說你的這個器材上面 都要相對來說 是要能夠承受那樣的一個壓力 所以反過來怎麼樣 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材料 同樣產生形狀的改變 折成或製成你要的樣子 卻不要花那麼大力 所以我們從這張圖往下看 所以不需要花那麼大力 所以在Y軸上面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我們就來看 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開始看到這個叫做乳變這樣 那這個乳變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要有不同形式的這個乳變的話 我們就是需要把溫度增加 那但是同時呢 我們卻不需要付出那麼大的 濕載的這個壓力 因為有時候材料 尤其你在選擇的時候 有些材料是有優勢的 所以在中高溫段 有優勢的是什麼材料 就是金屬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金屬的 這一個元件 然後讓你的這個設備 可以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然後來改變其他 你要製作的這個材料這樣 那應變速度在哪裡 應變速度就是 這上面不同的這個曲線上面 然後所以你仔細看的話 這上面的右上角 就分別是不同的 負幾次方的這個應變速度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叫做HB的Deformation Map 所以你會看到HB的這個名字 是在這裡這樣 所以 X軸一樣的 比起這個環境溫度 你的製程設備所能創造的溫度是多少 那Y軸上面 就是Normalized的這個Stress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中低溫段 然後要比較大的力氣 就可以產生這個Dislocation Glide 然後這邊是以這個涅積的這個材料 當例子 所以你也可以舉一反三 不同的材料 它有不同的這個Melting Temperature 有不同的這個Share Modules 所以這張地圖會不一樣 所以你在工程上面就可以使用或參考 這個就是最早整理出來的 Mechanism of Deformation Fracture 因為就是在這張地圖上面 形變是透過不同的機制 就是從我們現在所學的塑性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理解 就是在中低溫段 在比較大的外力之下 材料在純涅上面 這個金屬材料 它是塑性在主導的 那如果比較高的溫度 就不只是塑性 而是會有這個乳變 那相對來講 我就反問同學 那這張圖是怎麼得到的 所以這張圖當然就是 做實驗得到 可是做了什麼 然後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所以那麼多的實驗把它整合起來 老師個人覺得就是最早的這個大數據的應用 就好像天文學家 把不同的這個觀察把它記錄下來 那也真實的就是Michael HB 然後他就用這樣的概念 把材料資料庫整合起來 然後他很成功的開架 光它理賽公司 那今年被這個納斯達克上市的 這個ANSYS公司所併購 好所以同學們就是說 你可以跨領域不同技能使用 在材料領域上你可以多一點 就是資料整合的這個能力 那就可以把工程上所需要的這個 數據或經驗 像航海圖一樣把它拼出來這樣 那下一件事情就是 那我們就受限於純孽是 什麼行為 我們怎麼樣來強化原本的這個材料 所以舉例來說 這個純孽啊 如果我們把它加一點TH 就是土的話 只要加2% 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在講強化項的時候 我們會描述 就是在這個施了比較大的力 這些塑性形變的範圍之內 它主要的微結構是位錯或插排 那我們怎麼樣讓它比較難移動 那就可以產生強化的效果 所以在這一頭就是 我們有這些散布的這一個土 然後把它在製成的時候添加進去 然後在這一個升溫的過程當中 其實氧氣是會擴散進去的 所以內部這些土其實 就會在我們設計的系統之中 產生這個強化項 那因為土是分散的 我們就把它叫做分散強化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所以左邊就是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純孽 那右邊呢就摻了這個2%之後的土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形變的這個機制 幾乎好像就是往右平移了 所以往右平移在X軸上面 是代表什麼意思 更高的溫度 才能夠再加了2%的土上面 產生這個形變或優點 所以這就表示什麼 所以它就表示強化了 看你的操作溫度是要在哪裡 所以你今天如果操作溫度 是在這個中低溫的時候 或許這個效應不明顯 那我們就來看它用在哪裡 所以我們的用的話 是用在這個電極材料上面 所以電極材料在使用的時候 你是可以想像到 就好像你的手機用久了 可能會怎麼樣 就可能會發熱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要的是這個 中高溫段的話 所以有時候材料的選擇 是要看操作溫度 所以有些材料 甚至是在室溫的時候 是脆的 可是它在中高溫的時候 是延展性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 沒有萬能的材料 面對你要應用的這個環境 所以以這邊來講 就是我們是要用在這個電極上面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 使用的環境操作溫度下 我們知道選擇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選擇它的強項 然後來應用它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喔 所以剛剛是把環境溫度 還有應變速度 效應先描述 因為它都是一樣 要克服activation energy 所以做實驗上面 我們是可以透過改變溫度 或是改變應變速度 然後來得到這個activation energy 是多少 那這觀念的工程應用是在哪裡 就好像是把所有實驗的數值 我們把它歸納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區分不同材料 它的環境溫度應變速度之下 它的形變機制是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改質這個材料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剛才改質的方法是添加圖這樣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 那這邊是要推導描述就是在塑性形變的時候 它的體積或是說它的密度或是說它的質量有變嗎 沒有變 但是在應用上面我們怎麼用到這樣的一個質量不變 密度不變 然後所以當然體積不變的這個現象 所以上週我們的例子 這個Casidro Criteria 然後去描述 如果當體積不變的時候 如何用圖解法 把施了多少的力會產生Naking 透過那個A軸是1加1 然後把它的應鏈應變曲線 然後畫這個切線把它求出來 除了過去在電腦還沒有發達的時候 用圖解法來求 施多少力對這個材料產生Naking的效應之外 那這個體積不變還有其他這個工程上的應用 那我們今天做這個說明 OK 所以我們繼續討論這個塑性 那塑性的定義當然就是 不可回復的然後永久的這個形變 所以很重要當然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我們要讓材料改變形狀 那我們試了多少的力 所以我們的這個叫做製成的這個forming process 那另外塑性還有什麼好處 所以相對於右邊 我們把它叫做綠色的陶瓷好了 那跟左邊是一個多金材料的金屬 對於多金金屬來說 塑性形變產生的這些缺陷 以為作為插牌為主的話 實際上它會阻擋這個裂紋的展開 所以以這個叫做裂紋展開的尖端 會有這個硬力集中的效應來講 那這些塑性形變甚至是好的 所以是讓這個裂紋更難的這個延展 好 所以這個是講它的好處 可是相對它也有它的壞處 為什麼橋樑我們不希望它塑性形變 其實就跟很多的原件或器材一樣 一改變形狀其實就怎麼樣 就不是它原來設計的操作模式 那往往形狀改變它就是破壞的起始處這樣 所以塑性形變有好有壞 那所以當然我們用在製程上面 我們是就是用它的好的 那至於它壞處的話 那我們就是用什麼樣 應用這些非破壞檢測的這個方式 然後來檢測出來 然後提早的這個維修或是替換 所以在塑性形變 然後如果是一個均勻的塑性形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邊就是引用課本的原話來說 然後去講密度 體積 還有這個重量之間的關係 所以一般來講大概金屬 它是會有形狀的改變 但是在沒有相變的這個前提之下 它並不會消失 我們說incompressible 所以它的density的改變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這邊是給同學一個量化的這個數據 就算是一個很大的塑性形變量的話 它的改變可能也只是這個叫千分之一 那這些可能是因為在這個系統 塑性改變之後 那些缺陷也佔了空間 可是它幾乎是非常非常小 相對於其他材料而言 所以不只是我們在前面有用HB的表格 然後來比對structure sensitive 跟structure insensitive之外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elastic constant 就modules melting temperature 這些是由這個漸能而來的 那另外密度也是一個 structure insensitive的材料性質 那其他像比熱啊 或者是熱膨脹系數 那這些也都是structure insensitive 因為它背後的來源是來自於這些漸能 而漸能不受微結構的這個改變這樣 所以以千分之一density不變 這樣一個前提 那我們會做一些推導這樣 這就是在我們剛剛描述 千分之一是非常非常小 工程上我們就把它忽略不計定為0這樣 所以在塑性形變的過程當中 那對這個金屬而言 那我們甚至可以就是說 它的這個體積是維持一定的 體積維持一定 那我們來推導前面所描述的塑性形變 那它的體積是從什麼變到什麼 所以我們就用這一個體積改變量 除上它的原始體積 所以原始體積我們把它定義為這個xyz 三個方向正交的話 我們就得到這一個volume strength 用這一個在三軸方向上 它的應變量的描述方式跟關係 OK 所以在一個體積形變前後不改變的 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volume strength的關係 跟這個dataV等於0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是把這個1移向過來 所以把左右兩式同加1 所以左式就變成這個volume strength加1 然後右式呢前面是體積的改變量為0 那是一個等式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volume strength的這個關係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在這個塑性形變的時候 然後三個方向的normal strength加總起來為0的這個關係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才所描述得到的 所以這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小節 所以同學想一下 那在彈性形變的過程當中 體積變不變這樣 那我們來比對一下 所以彈性形變的時候你怎麼描述體積呢 所以彈性形變在描述體積的時候 我們一樣也有描述這個volume strength 還有沒有影響 所以volume strength那時候的這個描述 那一樣也是在這個三個軸上面 那三個軸所產生這樣的一個 應變的這個結果 就是分別是三個軸的這個實力所貢獻的 然後在另外兩個正交方向上面 形狀的改變 就是這個poisson的關係 跟這個modules的關係 所以哪個時候會讓體積的應變量為0 就是poisson ratio要等於0.5的時候對不對 1-2乘上0.5 才會在彈性範圍之內 我們描述這個體積改變量 因為前面這個項在這個分子為0 才會為0 好所以下一個問題來 什麼材料會有這種現象 我們就來比對 一般的這個金屬裡頭 這邊是它的poisson ratio 所以一般金屬大概就是在0.3附近 0.2到0.4 那沒有什麼金屬 它的這個poisson ratio是0.5 所以反過來 大部分的金屬 在塑性形變的過程當中 密度變化量大概不到千分之一 然後它的原子量也不改變 密度原子量不改變 就是怎樣 體積不變這樣 彈性形變的過程當中 因為poisson ratio不是0.5 就是0.3左右 所以反而是在彈性過程當中 它的形狀改變 還會伴隨著體積改變 那我們就繼續 環境溫度效應 應變速度效應給你 然後最終整合一個 有用的deformation map 可以在工程上使用 然後再往下 就是我們剛才做推導 這個密度不變的這個前提之下 沒有相變 當然它的那個塑性前後 它沒有原子總量的改變 種類的改變 所以體積不變 所以體積不變 我們可以推導出 剛剛這個volume string的這個關係 然後相對於彈性形變過程當中 因為poisson ratio不為0.5 所以彈性過程中 所以彈性過程中 不只這個形狀會改變 體積也會改變這樣 OK 那我們繼續再回到這個 優丁 criteria 那這個 criteria是一百年 大約一百年前 Volmesis跟這個Tresca所提出來的 所以大致上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工程經驗的這個歸納 所以the yielding criteria are essentially empirical 就是經驗上面所歸納出來的 所以經驗歸納出來的 不能夠違反你所觀察到的 所以大致上我們就是說 yield criteria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所以如果有什麼實驗得到一個新的現象的話 那就是回頭來修正這個yielding criteria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 所以yield depends on a function of all three values of principle showing stress 所以它並不是特別一個normal stress 或是shared stress就可以決定 好 所以再一次強調 在XY軸上面你畫了地圖的時候 施力狀態是單一的受力狀態嗎 這個就不是不論是在國中或高中 或是採導時候所學的這個multonic tension 這樣的一個描述 並不是一個任何一個單一的normal stress或shared stress 它是一個在一般的直角坐標系之下 就是三個方向的這個坐標軸所決定的這樣 所以yield criteria is based on difference of normal stress sigma1跟sigma2 the criteria is independent of the component of hydrostatic stress 所以我們在上週口頭有描述過 如果是進水壓各項等性 就是同學過於所學的好像 像在深海裡或是說在外太空 環境的氣壓是一樣 對一個點來說 它各項所受的這個壓力是一樣的時候 它就是同樣的形狀放大或縮小 不會由我們這邊所描述的這個塑性形變 所以塑性形變來源是 足夠的distortion energy 或者是足夠的shared stress 才會讓它產生塑性跟形狀的這個改變 那這邊的補充是上週所描述的這個 vormesis distortion energy 或是上週所描述相對的hydrostatic compression這樣 我們的優點就是在描述 when the distortion energy result a critical value the distortion energy is that part of total strain energy per unit volume that is involved in change of shape opposed to a change in volume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推導 在塑性形變的前後體積不改變 好 所以total strain energy 就是我們在上週的時候有描述 就是既要考慮這個normal 也要考慮shared 統統加總起來 然後這個推導同學還沒有印象 為什麼是這個二分之一 就是我們在描述 因應變 H軸跟Y軸分別是應變 Y軸是應力 我們描述一個線性的形變 它在U頂的範圍之內 它是一個怎麼樣 是一個直線 然後它的直線的寫率是什麼 就是modulus 那在那個積分範圍之內 所以就是在三角形之內的話 那三個方向都考慮 我們用這一個來描述 那這個是之前有補充的 這個lame constant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總應變能 就可以整理成這一個形式 然後我們總應變能 對於其中一個方向的形狀改變 我們可以再整理成這樣的一個描述 那最後就會得到一個 還蠻直觀的 就是這個歷失了多少 再往下的話 就是這個各項異性的這個U頂 所以U頂的初始 可能我們都還可以用isotropy 可是我們在周四的時候 我們會用圖形跟同學來描述 到越來越大的這個形變量的時候 其實不大可能繼續 尤其是形狀改變了之後 會繼續有這個各項等性 所以我們用紅筆寫 在大的形變量的時候 no longer valid after the metal has undergone appreciable plastic deformation 所以大的形變量之後 大概就沒辦法用這個各項等性的這個假設 那這邊我們是補充在講義上面 材料理學課或者說跟機械系圖目系的同學 在討論的時候 這些是屬於補充資料 課本是找得到的 但是我們就是補充 然後也不會列入考試範圍 但是我們發現講義上面 方便同學查閱 而且找到原始的出處這樣 所以這一頁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這些就是補充給同學這樣 那我們這邊就描述一下幾個現象 其中一個塑性形變的這個現象 怎麼去想像這件事情發生在二維上面 只發生在二維上面這樣 所以用這個我們說這個模具好了 用這個模具應該就比較好想像 它的這個z方向就是定得死死的 所以中間是一個可改變 從上面可壓扁 就你把它想像被壓扁的同時 它可以透過螢幕伸長 或是伸入螢幕的這個方向 所以壓下來 punch下來 是x變扁 然後形狀的改變呢 就是在y方向 你把它想像是穿透這一個螢幕 然後在z方向就被限制住 所以課本裡頭我們所假設的一些條件 是可能透過這個叫做工程製程的設計 所達成的這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塑性形狀的改變 它是屬於這個叫做plan string 那這邊是用這個示意圖來描述 塑性形變是可以控制 某一個方向不改變任何的這個形狀長度 所以它應變兩維靈這樣 所以這個是剛剛的範例的繼續描述 所以你就把它描述在特定的方向 我們是可以透過製程 就讓它完全的是沒有形狀的改變這樣 OK 好 那最後我們今天收尾的就是 就是幾種不同的硬力應變 你在現象上所看到的這個關係 跟它背後的結構 所以這個是硬力應變曲線 不同的材料會有不同的現象 所以其中一種呢我們把它叫做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種超塑性 就是它的硬變量好像可以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通常是發生什麼事情 通常它可能是發生了相變 transformation induced plasticity 那這樣的一個透過外力 或者說是剪切方式 塑性形變所產生的相變 我們會在第二部分的這個第三章 跟同學介紹 同學有為我們授課的邏輯 我們前面就是講這些金屬材料應用 然後要怎麼強化 然後後半部分就是開始進入製程 怎麼樣去強化它 其中最重要的這個強化方式 就是有第二項這樣 所以第二部分我們教材選用 就是以金屬的相變為主 那相變有不同的方式 其中一種是透過環境溫度 產生的相變 另外一種就是像這裡 是透過這個塑性形變 讓它產生的這個相變 那它的現象上面就是這個超塑性 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剛才說 Heat Treatment 就是不同的環境溫度 它有在那個環境溫度的 穩定的這個相 所以我們的鐵碳 在一般的室溫之下 它是以BCT的結構是最穩定的 但是我們如果加熱的話 大於800度C的話 它就會產生FCC相 那如果我們快速冷卻的話 它會有這個BCT相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會有相變 是透過這個製程溫度所改變的 所以在不同的這個因應應變曲線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背後微結構 然後這邊是那個相改變所貢獻的 那最後一個Yale Point Phenomena 就是在塑性形變過程當中 會有微結構上面的運動速度的效應 那這邊我們就是在補充